好兄弟们我们又来到了截图的展材 在今年成都车展他们是预售了深海L7 就在我前方啊 现在有模特在那上去拍照啊 先等一会儿 来我们眼前呢就是深海L7 那么一共有四个配置 预售价是13.59万元起 然后顶配的话是15.99万元 动力方面呢应该是大家比较关心的 是1.5T配上两档的DHD变速箱 然后同时呢它的充电续航呢 是可以达到120公里 综合续航是1300公里啊 整车的车身长度呢 是接近4米75 4749毫米 轴距呢是2745毫米 而且这台车是支持外放电的 6.6千瓦的外放电 所以我们日常开出去玩这种浇油 哎打不开啊 日常我们开出去玩浇油的话 也是没有问题的 你的咖啡机你的烤盘都可以用 这台车内饰有一大亮点 是带有车载冰箱的 我们进那头看一下 比较遗憾 因为展车呢 可能是没有电或者没停电的原因 后面这个车载冰箱就没办法给大家演示了啊 它这是带有一个冰箱的 简单的说一下这个冰箱吧 因为参数也是给到了啊 容积呢是5升 然后呢温控是范围到 零下6度到50度 所以说就是你可以放一些 比如可乐 也可以放一些奶 都没有问题 看一下后排的空间表现吧 还是可以的 而且这个座椅呢 它是有可以调的靠背 后排这个靠背调节是在这里啊 然后呢 这是最倒的这么一个状态了啊 旁边是传统的一个位置啊 比较比挺 然后看到了对比了吗 它是蛮舒服的 而且整个皮质手感 它是比较细腻的 腰部支撑 填充 它是比较到位的 有一定的支撑性 然后坐垫也挺软的 有点沙发忽悠的那种感觉 音响系统呢 就是索尼 然后前面整体的设计呢 就是双联屏 然后加上一个 副驾驶面前有这个小山峰的 这么一个设计啊 应该是有背光效果的 因为没有充电 我们不知道 然后呢 可以看到空调区域这一面呢 也是采用了一个液晶屏 也是没有充电的 这应该是有一个数字显示 手机的无线充电板 两个背架 然后呢 双开门的中央辅导 整个座舱的设计呢 就是这些 嗯 车门啊 其实看到了山海R7 整个车的外形呢 它的车头是采用了一个 贯穿灯的这么一个设计 分体式的大灯 轮毂呢 是采用了一个低风阻的样式 在车身侧面呢 它是采用了双腰线的设计 上面有一个非常高调的肩线 是从前翼子板 然后射向了整个尾灯 下方呢 也是有一个折线处理的 所以 怎么说呢 这个侧面看上去 有一个低冲 辅冲的这么一个姿态 那么下方 门板下面呢 是有一个折线处理 尾部呢 上方呢 是有一个小尾翼 下面呢 是一个贯穿式的灯带 那么中央呢 是有截图的标识 后杠底部呢 是隐藏式排气 这个呢 是插混版本 是CDM 可以看到了吗 隐藏式排气 山海LC 展台打卡呢 就到此结束了 那么整台车 目前已经给到了预售价格 那么你们觉得 这个预售价格 有竞争力吗 可以在视频下方的留言板 进入留言 我是教授 我们下期再见了